各位好几位会者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这个新手华表会 这一次的新手华表会 是我最近五年来 十六趟中国大陆之旅的一个新的 最主要的一个地方是 我每一次去中国大陆 很奇怪 尤其去到像江南 像我这次去那个中原 就是河南 到一些地方我是第一次去 可是那种感觉呢 很奇怪 觉得说这天我好像来过 不晓得什么时候来过 就是那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钟鼎兄 钟鼎兄TC 我认识他蛮多年了 我记得上次他新手华表会的时候 加姆和我也都参加新手华表会 然后我想周底兄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他我一直很羡慕他 他这个他可以说说我们男家都一个才子 他能够把他看到的东西 他游历过的地方 能够用他一支笔把他写出来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那么我这次那个 我从那边要讲的呢 就是吴宗子先生这个时候 我就佩服了他有一种浓浓的感情 那我也是写文章的 那我不是跟你说 我也知道 那么写文章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人字 第二个是感情 我也是写文章的